大家好,我是VG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12月21号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一下 比特币2022年的价格走势 这是昨天预测的 昨天是4万 昨天是4万6 这个美元 天水松这个挂 紫月 任银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特币明年 它的价格走向到底是怎样的 最近段时间 这个价格很低迷 不但是比特币 应该说是整个虚拟货币的行情 都很低迷 而且比特币 肩负着主攻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 一切的价格 都随着比特币的上涨与下跌 而波动 所以这个比特币的价格走向 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今天来预测下 明年的价格走向 第一条 明年2022年 庄稼 对于这个事 对于比特币而言 明年2022年 庄稼会利用政策做事 并由内外的众多的传媒机构合作 对价格进行多次拉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行为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项目方有进一步压制价格的这种行为 总体看 2022年各类消息满天飞 诸如有突发性的消息 波及价格 对价格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2022年分为两个阶段 上半年和下半年 明年 上半年和下半年 上半年我以为是下行 下半年是上升 这是我对这个卦象的解读 明年的上半年 下半年是下个下行 下半年是上升 那么可以这样去理解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上半年 应该说 它的价格是处于低迷的阶段 明年的下半年会有所上升 这是我对这个卦象的大体的解读 当然一个卦象包括很多的方面 很多的内容 这很多的方面 很多的内容将发在我的收费群里面 诸如每个月 它的价格是怎样的一个价格走向 它的价格区间是怎么样的 还有这突如其发的这种消息 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都会发在我的收费群里面 我再重复一下 明年的比特币的价格 上半年是下行 下半年可能会上升 关于这个比特币的价格走向 明年的就讲解到这里